女人这几个表现说明她已经经验丰富 两个人谈恋爱 女人大多时候扮演的是弱者被动的形象 满足男人的大男人主义 惹得男人领爱 其实现在很多女人都是情场老手套路男人 让男人乖乖上钩 这些女人在男人堆里左右逢源 游刃有余 而且她们大多都很享受这种游戏 在各种类型的男人之间 女人有以下这四个表现 必是情场高手 第一 外表形象 男人喜欢美女身材好的女子 所以无论她们长得漂亮还是普通 她们都懂得装扮自己 有句话说 没有丑女人 只有男女人 她们时刻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 身材管理的也比较好 始终看起来那么美丽 充满美丽 刺激男人的男性荷尔蒙 第二 和男人相处 她们懂得投其所好 引导男人 这类女人大多都比较聪明 她会从男人的一举一动 来判断分析男人在想什么 从而变换自己的角色 男人是多面的 有的时候像孩子 那么她们随之会变成大姐 给予男人支持和力量 男人有时又会很男子主义 那么她们会给足男人面子 男人也有脆弱的时候 需要发泄 那么她们会认真聆听 男人们的倾诉 这种女人还有一个非常厉害之处 她们会打造男人 通过生活中的引导 慢慢地把男人打造成 她理想中的模样 第三 她们会赞美男人 这类女人 她们从来不会吝啬她们的赞美 而且她们能及时发现 男人身上优点 夸奖赞美男人 时不时为男人注入鸡血 给予男人力量 人都是喜欢和认可 她的人在一块 同样男人也是如此 第四 她们懂得和男人 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 让男人永远 有种爱而不得的感觉 从而不断地驱动男人 去征服她 挖掘她 这样保证了男人 对她持久的激情 这种女人深暗 和男人相处之道 她们懂得若即若离 是和男人相处的黄金距离 即便你有成余 落雁之卯 让男人轻易看穿 轻易得到 男人也不会珍惜 送货上门的东西 谁会珍惜 她们知道 对待男人 永远是四分心 六分同老 与其死心塌地的爱者 不如爱自己 提升自己 对男人爱刚刚好即可 只需要用你聪明的智慧 去知她所需 懂她所想就可以 第五 也是最厉害的一点 这种女人 永远知道 抓住男人的杀手锏在哪里 直接点 就是抓住下半身 男人找女人 永远是五分在床上 三分生儿育女 剩下两分 才是什么精神性格的沟通 这也是为什么 世人都痛恨烟花之处 但是自古男人最想去的 恋恋不舍的沉沦地方 还是那里 就是因为 她们深暗 床地之处 所以这种女人 白天是天使 晚上的确让男人 神魂颠倒的妖精 她们让男人又爱又怕 爱是因为 她们深知 男人所需 怕也正是因为 她们比男人自己 还知道男人的需求 所以让男人不放心 不这样 这种女人 我们不放心